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台湾房价的不败神话,让越来越多人大叹买不起房 在其他国家,社会住宅是实现居住正义的重要存在 在过去将近十年间,台湾当局也多次以设宅作为施政重点宣传 但背后却也引起不小的争议 有人质疑乘务数量不达标,有人则抱怨租金太高,重钱率太低 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 全台湾拥有300万租屋人口,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其中不少人因为买不起房而选择租屋 过去这几年来,各地的房租不断上涨 政府虽然寄出补贴,但我们过去也聊过 台湾租屋是台面下的交易 巨量房东没有合法报税,政府的掌握度也低 因此官方补贴很难深入广大的基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众买不起房又很难租到好房 便催生出对设宅的需求 台湾的社会住宅从本质上可分成两类 一种是政府直接建造新房 接着以低于市场的租金将房出租给人民 另一种则透过包租贷管的方式 政府委托合办的租屋服务业者 先向民间房东租屋 接着再转手以较低的价格将住房转租给房客 为了鼓励房东释出房源 政府也提供了减税与修缮补助 这两种模式,目的都是想增加市场上的住房资源 并在政府的审核下提供给最需要的房客 比如做事族群,在外就业求学的人民等等 同时,当局也设下许多限制 例如家庭年锁的上限 以及租期等的年限等等 为整套计划提供一定的排富属性 并尽量活化计划,让更多人一路均沾 简单来说,设宅就是透过政府的力量 让真正有需求的民众能租到相对便宜的房宅 借此弥补住房市场的不足 但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还牵涉到以下两个问题 够不够住,租金又能便宜多少 根据台湾中央政府的规划 从2017到2024年 全台要新建12万户社会住宅 加上8万户包租贷款 也就是8年20万户设宅 对照2024年8月31日 官方公布的最新进度 目前已完工的设宅 大约有3万1千户 目前算是未能达标 还要算入新建中 以绝标带开工 与还在规划中的设宅 才能达到官方当初宣称的12万户 至于包租贷款的进度则算是达标 当前有效的契约数 已来到7万6千户 未能达标背后的原因很多 在官方口中 像是土地取得困难 裁员不稳定 与近期营建缺工缺料 都拖累设宅的新建进度 但看在反对者眼里 这些早该是规划时 就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因此该领域常引起争议与政治口水 设宅数量追不上计划目标 这直接衍生出一个问题 重签率偏低 根据统计 全台设宅的重签率 仅在10到20%左右 而且这还是各地平均化 以后的数字 像新北市的三重 板桥、中永和等人口稠密区 设宅的重签率 被压缩到5%以下 台北市多数设宅的重签率 也都不到一成 退一万步来说 其实2024年设宅顺利达标 数量也严重不足 因为即使达标 台湾设宅占比也仅在2% 相比之下 荷兰拥有将近三成的设宅 英国也有一成七 就连日韩也都在5%以上 看完数量 我们接着来看租金水准 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划 设宅的租金定价 大约是附近同规格 租房的八成 假如申请人符合弱势族群的资格 还能领取到其他补贴 最终租金压到7成 或甚至5成以下 以台北市设宅实际租金来说 一房房型的月租金 从7200元到23300元 空间则落在10平到28平 租金主要跟平数 与租房所在区位有关 补贴额度则在3000到1万1000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台湾接触设宅的时间还短 许多建案即是新建大楼 又位于交通热点 即是大了折 最终的要价 还是低不过周边的老旧公寓 但从实际CP值来看 若能符合补贴资格 幸运中签租到设宅 考量到品质的保障 设宅仍相当物超所值 整体来说 台湾政府正努力让进度赶上目标 但社宅的争议仍旧存在 一些专家认为 这些问题 其实都跟台湾社宅独特的发展进程有关 国际上的社宅风潮 大约发源自二战后期 但在这之前 欧陆其实就存在社会住宅的制度 比如英国、法国与荷兰 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 就已订定廉价住宅法案 时间来到1950年 战后复苏带动欧美经济成长 社会福利规模因此扩张 奠定了当前欧美的社宅存量 镜头转到亚洲 这里的社宅进度晚于欧美 日本在1951年通过公营住宅法 南韩则在90年代开启社宅政策 台湾则是到了2010年代 才开始新建社宅 过完的进程 让台湾在社宅营件上遭遇极大痛点 第一 台湾已进入高房价时代 较高的土地与营造成本 加大政策执行时的难度 使得台湾不像欧美 有足够时间累积社宅存量 第二 外国社宅新建的风潮 正好跟经济发展期间重叠 而台湾早已过了经济起飞阶段 政府因此承担较大的财政压力 以上两点 让台湾很难在短时间内 打造大量社宅 与此同时 财政压力还衍生出 一个跟租金有关的机制 自偿性 为了更容易调动资金新建社宅 台湾在制定租金时 非常注重自偿性这点 要求社宅后续的收入 至少要能负担新建成本 以确保政策的永续性 也因此 台湾社宅租金的基准值 大约落在周边航行大八折 然而其他国家社宅 盖得又多又早 建造成本早已可以忽视不计 加上政府会把辅助弱势的优先顺位 排在自偿性之上 因此将租金压到四成以下 成为弱势族群真正的福音 为了推进居住正义 台湾政府之后接连调整租金 也推出了许多补贴方案 但在实务操作之上 却又遭遇其他难点 像是低收门槛的认定不一致 许多人报税时的收入 确实达到中低收入标准 但他们却被社会局 认定不具备中低收入资格 类似的纷争到处都有 关键要追索回台湾寄存的地下经济 以及判定弱势的标准不一 即使放眼其他领域 台湾都存在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如何将有限的资源 导到真正需要的族群身上 关于设宅 还有另一个常见的话题 有些朋友期待 随着设宅增多 将可压抑房价的涨势 对于这点 如果只考虑简单的供需关系 随着设宅占比拉高 确实有望抵消一部分房价上涨的因素 但若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案例来看 房价牵涉到更多面向的因素 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前全港有高达三成人口 住在公营租住房屋 但香港却拥有世界最高的房价 且至今持续飙高不下 这背后牵涉到的原因也十分复杂 我们过去有单独做一期影片 讨论香港公屋与房价的关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总结来说 台湾设宅起步的晚 错过了低房价与经济起飞时期 使得当前操作的财政难度较高 政府计划的未能达标 也造就了无数争议焦点 以及不断出现的政治口水 至于未来这一切将如何发展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好了 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纸带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